新闻市政府为了要推广泰雅编织技艺 同时推动未来地区在地织艺产业的发展 特地邀请了国际服装设计师潘怡良 与在地织品工艺师进行跨界合作 赋予织品新的生命 零号上午特地举办了一场编织时装跨界座谈 潘怡良老师也分享对于这一次合作的一个想法与看见 对设计师来说的话 每次的这个 有一个跨界合作其实对我在创作来讲的话 它有时候会大家会相互有激情和文化 那那个我很珍惜像这样的一个点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在这个跟泰雅 这个文化的这个结合的时候 我很高兴 因为真的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 这一次潘怡良与在地工艺师合作设计了六套服饰 而这样的合作也让在地工艺老师们 对于制品工艺作品有了新的想法 未来想要尝试更多的突破创新 潘怡良老师他的做法 我认为是可以研发出去的 那当然在传统的那个活动当中 譬如说文化季的时候 当然我们还是要穿我们真正传统的衣服 但是在一般我们走出去 人家一看 你这衣服好漂亮啊 当然我就可以想要是这种泰雅的主 我觉得这次的合作是相当像他们棒的 除了共同合作的六套服饰 也有三十位在地编制工艺师所制作的 二十四套创意服饰 一号晚间五点开始 在乌莱区举行服装秀 由专业模特儿以及泰雅族青年来诠释 人事新闻人士一顾新北市乌莱采访报导 然后再引力解决修 各人来读决给螺和 一